一起來關心天氣了 其實大家都非常關注 今年的低號颱風 會不會生成 會不會影響台灣呢 一起來看到目前 位在菲律賓的熱帶性低氣壓 它雖然路徑是比預期的 更靠近路定一些 所以它的威力增長之下 就受到了影響 目前距離台灣 大約還有900多公里左右 而最快發展成 颱風的時間點又往後延 原本是說在昨天的晚上 到今天的清晨 但是這樣看起來 最快是在今天到明天 而接下來其實就算 是生成了輕度颱風 它的路徑也預估 是會往琉球的南方海面 甚至是日本的南方海面來移動 目前預估 對台灣的天氣 不會有直接的影響 但是在明天開始到薩州 現在可能會對東海岸 帶來這樣子長浪 所以要提醒東海岸的朋友 一定要多加的留意 而整體來講 其實台灣的天氣 主要都還是受到了封面的影響 以今天來說的話 天氣主要還是受到台灣海峽這邊 對流移入的影響 所以水氣都是偏多的 天氣跟昨天差不多 清晨到早上 其實西半部跟東北部地區 它都已經感受到 這樣零零星星的飄雨 而在中午過後 則是要特別留意 熱對流造成的午後雷震雨 而未來一周的天氣變化 我們就從地面天氣預測圖來看到 其實明天開始可以看到 這封面是慢慢的接近台灣了 但是主要影響的時間點會是在周二 也就是這個雨最大的時候 為什麼呢 可以看到因為在周二的時候 其實這整個封面就已經壓到了台灣的上面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時候是比較容易出現 短延時的強障雨 天氣的變化上面會比較劇烈的 因為整個封面其實就是掛在台灣的上空 而在周三開始我們會看到 下一步的變化是什麼呢 其實可以看到這封面是往南壓 所以接下來這個下雨的地方會變成是在 中南部地區跟東部地區開始受到影響 而在周四之後 封面會慢慢的遠離台灣 也就是說其實對台灣的影響會在縮少 又回復到了類似今天這樣子 午後雷震雨的天氣 而這暫停的降雨趨勢 我們一起來看到其實這幾天雨會怎麼下呢 我們可以看到其實今天是受到 午後雷震雨的影響還是比較大的 所以主要還是在這個東半部的山區 還有中南部的山區 一定要留意午後的熱對流 會比照的明顯 但是接下來是隨著封面靠近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各地都是像這樣子 東半部地區 藏雨都會變得比較明顯 像是東半部地區還有西半部地區 都會逐漸轉為局部短暫陣雨 或者是雷雨的天氣 而在下周二開始 則是這一次美雨封面影響最大的時間點 你說說可以看到全台幾乎都是這樣子 黃黃綠綠 藏雨非常明顯的狀況 封面會逐漸的往南壓 所以一直到了周三的時候 北部地區反而是變得比較乾爽一些 而中南部地區要留意這時候雨勢 會比周二的時候再更明顯 整體來講也就是說這個封面 會一直影響到在周四之後 台灣才會慢慢地恢復成了原本 像這樣子午後雷震雨的天氣 要提醒大家介紹來幾天 幾乎都是這樣子雨炸台灣的狀況 出門一定要記得攜帶雨炸 最後幾點氣上小鈴鈴要提醒大家 因為今天是受到這個在台灣 有這個封面移入的影響 所以西半部地區會有幾部的鎮雨 東半部地區也要多加地留意 而且再接下來雨還會繼續下 因為下周是因為有美雨封面報導 所以雨淡會一路狂炸到周四為止 最後帶您關心到各地的詳細溫度預測 我是戴力剛也是氣象專家 18年的氣象主播位置 告訴你最準確的天氣訊息 當然更重要的天氣內容 就要鎖定我們中視氣象台 更多的新聞信息內容 鎖定中視YouTube頻道 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